好 第一题 这题我们上周有讨论过了 简单带过一下 这题很热门 一堆人都要回答 那我就随便点一组 第五组 嗨 所以这题你们看法如何 所以同意 好 所以 那后面呢 这个 那后面呢 那个年花月草的这个游戏赢家就是输家 这题同意吗 为什么 为什么同意 因为碾花月草可能会碾到自己认识的人 所以如果没有遇到的话就没问题吗 不要那么爱玩 好 那again 为什么太爱玩会是不好的事情 只要做好保护错事应该就还好吧 好 那我们要记得这个脉络之下 他是一个神职员员讲这种话 所以除了我们平常就是今天会顾虑到的就是社交尴尬啦 或是一些疾病问题之外 也要考虑从一个宗教观来看待这件事 对他来说就是婚姻以外的就是爱情关系都有点危险 但是他现在他的学生Giovanni只有两个就好像快要走火入魔了 那要他从地狱最下层直接跳出来好像不大可能 所以他鼓励他的学生先爬到就是稍微浅一点的阶层我们再说 所以他这边虽然说 好啦 我宁可你这样子也不要那样子 但是同时还在提醒他说 即便是这样子其实也不是很好 但就先这样吧 所以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 乱伦跟乱丸 第五组说他们也同意神父讲的就是年花热草稍微好一点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撇开乱伦的部分 我们单纯看就是情感的人数 那个年代讲乱伦跟现在讲不大一样 因为他们是贵族 然后刚刚也提说 第一幕有提说Giovanni也是多年在外求学 上一次见到妹妹的时候 妹妹还很小什么的 所以就是很久没见面了嘛 而且 所以他比较不像是说 就是天天溺在一起 然后的兄妹 然后有一天就爱上人家 这样很奇怪 比较像是好像四三多年 然后重逢 然后突然觉得人家变了好多 所以另一方面呢 我们现在反对乱伦 一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嘛 二是因为什么社会善良风俗 但当时的贵族 他们反对乱伦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败坏社会秩序 身为贵族 他们有教化大众的 或是至少作为楷模的一个义务 所以如果就是上梁不振的话 下梁怎么会不歪呢 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社会方面的考量 放在一边 单纯去想 就是爱情作为一种情感的连结 跟联系 神父这边讲的好像是说 即便你的情感再强 或是即便就是你情我愿 但是如果人不对的话 宁可你去外面去过一个肤浅的 感情生活 你也不能就是跟着错误的伴侣走在一起 有这样的意味 所以如果我们不考虑乱伦两个字 单纯考虑说 因为某一种社会原因 这个人大家都反对 这问题对我们来说 也是值得去思考的 跟大家反对的人 但是你们两个都很同意 在一起比较好呢 还是真的应该放弃这个人 然后去外面继续去寻找 留给你们思考 第二题 第二组 这一题是你们的 这题你们觉得如何 我帮你们那个铺一下 那个脉络 这个就是 Sorenzo也在追求Annabella 然后又遇到了 另外一个第三个男的 也在追求Annabella 然后把人家赶走之后呢 Annabella的父亲跟着Sorenzo 跟Sorenzo说 基本上就是都已经答应 会让她嫁给你了 你怎么需要担心 人家的求爱呢 Owning her heart would need you doubt her ear 拥有她的心了 你怎么会 还担心她听到的 求爱的 那个言辞呢 所以这个逻辑 你们觉得同意吗 合理吗 听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吗 如果她真的爱着你的话 你就不应该去 也不是不应该 就是你不用去防范 人家对她的求爱 因为她如果真的爱着你的 她只会把大家拒绝掉 对 那我刚刚私底下 跟第二组讨论的时候 就提下一个问题 就变成说 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这出戏是怎么演下去的 就是如果真的 这句话没问题的话 Annabella就嫁给Sorenzo 然后戏就结束了 那后面还有四幕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这句话 一定有某个地方 哪里不大对劲 有可能是逻辑本身有问题 或许现在Annabella爱着她 但是可能之后 人家求爱成功 把她就是说服 让她变心了 也有可能前半的句子有问题 说她既然爱着你 那她真的爱着你吗 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 还不确定 或是说观众看这出戏 看到这边的时候 还不确定 但是到了下一景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Annabella 也喜欢着她哥哥 所以可能前半就有问题了 Sorenzo并没有拥有 Annabella的心 那实际上当时的观众 他们也一定了解 这样的故事大纲 大众娱乐嘛 就像我们现在喜欢的电影 会一看再看 或者是即便没看过 也听过朋友在讨论 所以当时去看这部戏的人 除了第一次看的 就是除了第一场戏的演出以外 其他人应该都或多或少 知道这故事会怎么走 所以这句话 Florio讲出来的时候 大家其实会带着一种 很期待的心理 看就是这句话被推翻 所以一开始 Sorenzo觉得很安心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之后其实最不应该 有这个安心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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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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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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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音投射出来 好,谢谢。 所以基本上就如同第七组讲的,他这边的策略就是很直接,我们可以带大家一起来看。 哦,好酷哦。 在这里,好,所以他们见面聊。 好,这个是四百二十八页,一百八十二行这边。 可以见面呢,然后上一行把妹妹的保姆赶走了。 所以这边他说,come sister, lend your hand, let's walk together,我们一起散步吧。 然后开始一个浪漫的散步。 然后他第二句就开始有一点暗示的意味了。 I hope you need not blush to walk with me,希望你跟我一起走散步不用脸朝泛红,不用害羞。 Here's none but you and I,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因为他们是兄妹嘛。 所以Annabella就很困惑啊。 How's this? 你这是什么意思? Giovanni说,faith I mean no harm。 Faith是真的,真的,我没有要伤害你了。 Annabella还是听不懂啊,伤害我。 所以第七组讲说,Giovanni一开始就表露心声了。 这个是到下一页192行,194行。 You are very fair,开始称赞她妹妹很美,fair是美丽的意思。 然后下面她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赞扬她妹妹的美。 然后她妹妹就不懂啊,这个是求爱的标准套路,但是你是我哥哥你在干嘛? 啊,所以她妹妹一直说,你是在嘲笑我,还是在称赞我,flatter me。 然后Giovanni继续她的求爱,然后Annabella说,oh you are a trim youth, 你这是一个浮夸的年轻孩子。 然后Giovanni说,here! 然后舞台指示说,把她的匕首交给Annabella,把她身上的短刀交给她。 然后Annabella就问说,拿着给我干嘛,what to do? Giovanni说,here's my breast,strike home,我的胸膛就在这里,你就刺下去吧。 rip up my bosom,把我的胸膛敞开。 there thou shalt behold a heart in which is writ the truth I speak. 在那里,你将看到一颗心上面写着我说的话的那个真心。 why standy?你还站在那边干嘛?快刺啊! 然后这个时候Annabella才发现她哥哥是认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第七组跟我们讲的,就是她其实她的求爱情是相当直接, 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哥哥而太过于避讳。 然后右边这一栏,就是好,终于Annabella听懂在干嘛了。 然后Annabella还是问了一两题,确定吗? 然后这边说,you are my brother Giovanni,你是我哥欸。 然后她这边又解释说,就因为我们是兄妹,所以就是情感更强烈绑在一起什么,应该在一起什么什么。 然后她说,must I now live or die? 你到底爱不爱我?我到底能不能活下去? 然后Annabella给她的答案是live。 我也爱着你,你还是能活下去的。 Thou hast won the field and never fought. 这场战争,battlefield,那个战场。 这场战争,那个叫什么? 不打就已经赢了。 What thou hast urged, my captive heart had long ago resolved. 你要劝我的事情,你要对我求爱这件事情。 我被掳走的心,就是讲说被我哥哥掳走的心。 早已经有这个决议了。 然后下面她也开始用一些浪漫的言辞来回应她哥哥。 说什么。 Every sigh that thou hast spent for me, I have sighed ten. 你每为我叹的一口气,我都叹了十口气回报你。 For every tear shed twenty,你为我撒下的每一滴泪水,我撒下二十滴。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也爱你。 然后接下来舞台指示他们就是两个下跪, 然后许愿就是终生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虽然是乱伦系,但是求爱的套路其实是非常典型的。 你去看一般的当时的爱情悲剧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方式。 女生就是先装傻,然后之后确认人家是真心的,她才回报。 只是说这边装傻的人数之一,包含的是因为是自己的哥哥。 所以有一部分不是装的,是真的有点就是不清楚。 OK,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题。 第四题。 第四题是我的题目,因为没有人选,所以我来讲。 221到11,好,所以这个是432页。 我们之前看到Sorendo就是跟人互动的样子,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Sorendo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书房读书。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引号,所以这个不是他的言词,这是他读出来的,朗读的言词。 。 Love's measure is extreme, the comfort pain. 爱的范围是极端的。 它的舒适是它的痛苦。 The life unrest and the reward disdain。 爱情的生命是反复无常的,叫什么,波涛汹涌的,不宁静的。 而爱情的回报呢,是被鄙视。 所以这个讲的是很典型在讲说一个求爱男子的内心心境。 然后引号在这边,所以他朗读完了,就是这两行。 What's here? 这是什么? Looked over again,再读一遍。 Tis so,真的是这样写。 So writes this smooth licentious poet in his rhymes. 这个好色的诗人真的就是这样子讲的。 But Sennesar。 好,应该是不同版本。 但总之这个另外一个诗人叫Sennesar。 But Sennesar, thou lyst。 但是Sennesar,你这诗人你居然说谎。 For had thy bosom felt such oppression as is laid on mine, 因为如果你胸膛上感受到跟我一样的压迫感。 我看能不能一句一句翻,一字一字翻。 你会反过来这个去亲吻让你疼痛的那根杆子。 就是让你心痛的那个对象,你会更深地去爱。 那这个比喻就是那个学童被老师毒打的那种杆子啊。 然后smart不是聪明哦,smart是疼痛。 所以他觉得Sennesar写得不好。 to work then, happy muse。 换我们上场的我的谬师,就是灵感。 and contradict what Sennesar hath in his envy writ. 我们来反驳Sennesar写的这些,出于嫉妒心写的这些诗句。 引号。 所以接下来是Sennesar自己写的诗。 Love's measure is the mean. 爱情的范畴是中庸之道。 Sweet his annoys. 爱情的扰人之处就是他甜美之处。 His pleasure's life. 爱情的快乐之处就在于他的那个生活本身。 and his reward all joys,爱情的回报,通通都是开心美好的事物。 所以我这一题的讨论题问的是说,你觉得这两个版本的诗,谁写的比较好?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两个人的爱情观是截然相反吗? Sennesar是说就是爱上人家自己就觉得很痛苦很纠结。 但是这又是一个甜美的痛苦。 是一个极端情绪。 但是又是自己就是很要追求的一种情绪。 但是Serenzo他写的却是通通都是很顺的,然后很美好的,然后很开心的。 这才是爱情。 你觉得这两种课画方式谁比较深刻? 至少我是觉得,呃,原本那个诗人写的比较,比较传神啦。 就是你真的如果爱上人家人,这并不是说什么像就是跟朋友出去玩耍天天开心而已嘛。 他有一个更深沉的一种呃,想望。 这个是Serenzo的诗里面看不到的,单纯。 他的诗里面单纯就是我跟我的爱人在一起,然后一切就美好,就没事了。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出来Serenzo的内心,他的心静其实很肤浅。 他要的爱情并不是这种刻骨铭心之爱,他只是要一个伴侣而已,让他可以过着开心日子的伴侣。 所以从这边我们其实就看出来Serenzo跟Annabella其实并非绝配。 Annabella上一景才那个跟他的哥哥有那个非常倦勇的一段对话,然后也许下终身那个相许的。 结果现在据说要嫁给这个Serenzo居然是一个这么肤浅的人,可见他们两个其实是不匹配的。 那剧中这样安排Serenzo这个角色,相反的就等于是把Giovanni也往上抬了吗? 如果这两个人是这出戏里面主要两个情敌,那Serenzo越被贬,那Giovanni就是越被抬深。 所以剧作家居然是把乱伦之情往上抬,然后就是正规的那个社会能够接受的那一段情感居然把他贬低。 非常有意思的发展。 好,第五题。 这是第三组的问题。 读下来会发现有些段落是韵文,有些段落是散文。 甚至散文体跟韵文的区分好像是某一些角色才会突然变成散文体。 第三组你们觉得那个区别的那个逻辑是什么?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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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所以第三组的答案是韵文散文体的区分好像是跟角色的地位和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比较相关。 所以感觉好像是什么比较重要的主角啦贵族啦或是什么绅士啦是用韵文。 嗯哼。 嗯哼。 但是像什么仆人啦或是什么外甥啦这些比较低下的人感觉就是用散文体。 这个意思吗? 好啊。 你要举一个例子吗? 例如说讲散文体的要不要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 哦他的保姆是不是? Putana。 好。 我们找一下。 不过Putana在跟Annabella在对话的时候她是用韵文。 嗯哼。 嗯哼。 但是他如果不是就是Putana这个案例就很有趣。 我们其实可以就是稍微看一下427页。 Putana会因情况不同然后从韵文散文体反复交错使用。 嗯哼。 嗯哼。 所以譬如说这边427104行上面。 这一大段都是Putana。 然后他在跟Annabella对话。 Annabella她是贵族女儿她一定是用韵文。 嗯。 但是Putana自己在读白的时候这一段看起来好像散文体。 我们读一下。 呃这个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她散文体没有左右对称。 没有那个左右对齐所以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们念出来看是不是十个音节蕴角有没有正确就看得出来了。 。 As I am a very woman, I like Senor Sorenzo。 OK。 所以她是散文体。 Well. OK。 他这边就在读白说为什么Annabella应该要嫁给 Sorenzo。 嗯。 这边看起来好像也是散文体。 可是我明明记得。 我记得Putana我刚刚有看到她用韵文啊。 我可能记错了吗? 哦。 这边啊。 呃所以不是跟Annabella对话的时候。 是下一页看到Giovanni的时候Putana才会变散文。 呃才会变韵文。 这就很有趣了。 呃Giovanni在下面走进来。 然后Annabella说。 诶你看那是谁。 然后Putana说。 Where? 哪里? Annabella说。 Look below。 然后这一行。 Oh tis your brother sweet! Ha! Tis your brother! 加起来刚好是十个音节。 符合那个格律。 所以这边严格上来说Putana讲的是韵文。 但是第三组讲的没错。 他一般来说是讲散文体。 所以他也是算是仆人阶级嘛。 然后接下来呃427右下角这边。 Enter Birgitto and Poggio。 Birgitto是Richardetto的孙子嘛。 没记错的话。 Poggio是他的仆人。 所以他们也算是比较小咖的角色。 而且就是读一下Brigitto的台词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纯淡。 所以譬如说110行这边。 Didst thou think, Poggio, that I would spoil my new clothes and leave my dinner to fight? Poggio,你真的觉得我会毁了我的新衣服,离开我的晚餐去跟人打斗吗? 然后Poggio说No sir, I did not take you for so errant a baby。 我并不觉得你是这么傲慢的一个婴儿。 所以暗中在讽刺他的主人是个婴儿。 只是他说我不觉得你有这么傲慢。 Birgitto, I am wiser than so. 我比那样聪明多了。 For I hope, Poggio, thou never heard of an elder brother that was a coxcomb. Didst Poggio? 希望Poggio,你从来没有听出过有一个长兄是如此这个... Closcombe下面应该有说明吧? 有Simpleton,如此简单的人,或是如此愚蠢的人。 有听过吗?Poggio? 然后Poggio的回应又是一股嘲讽。 Never indeed, Sir, as long as they had either land or money left them to inherit。 确实没听过。 只要这个长兄有可以继承的土地或是钱。 所以他这边一案子说只要这个人有可能继承到有钱有权, 都没有人敢说他是个蠢蛋。 所以这个跟他是不是一个蠢蛋,就真正是不是一个蠢蛋就没有关系。 他等于是暗示说Bergetto就是一个蠢蛋, 但是因为他未来可能会有继承到东西, 所以大家都不敢讲他。 然后这边他又讲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一些话。 所以我们看到Bergetto虽然就像Poggio讲的, 他有可能会继承到东西, 但是他因为是个蠢蛋, 所以在剧本里面他的说话也是散文体。 对不对,Annabella就直接讲嘛, This idiot haunts me too, 这白痴也来骚扰我。 所以第三组讲的这样应该没错吧, 就是我们如果看就是接下来的发展, 会讲散文体的不外乎就是Putana, Bergetto, Poggio, 然后还有Vasquez, Vasquez是Sorenzo的仆人, 都是比较低阶级或是次要角色讲散文体。 然后贵族阶级或是主要角色讲韵文。 没错。 好,今天五个讨论题目有想提问的地方吗? 好,我提醒你们一下下一次要读到哪里, 然后我们再从二之三开始细读。 看一下,下一次要读到第三幕结尾, 所以读到第三幕结束。 好,我们从二之三开始看。 好,二之二其实蛮有趣的, 二之二是, 这故事里面有一个角色叫Hippolyta嘛, 他就是, 我看他剧情介绍说他是谁, 我不要不跟。 Wife to Richardetto, 对,他是Richardetto的妻子, 但是他一上场, 他就说好像之前跟Sorenzo有一些过节, 好像Sorenzo有一种死乱中气的感觉。 所以呢, 他要雇Vasquez来帮他报仇。 殊不知Vasquez正好就是Sorenzo的仆人。 所以这个是二之二在干的事情。 我们来看二之三。 Enter Richardetto and Philotis, 他的那个外甥女。 Richardetto, Thou seest my lovely niece, these strange mishaps。 我的亲爱的外甥女, 你看到我人生中这些离奇的事情了吧。 How all my fortunes turn to my disgrace。 所有走运的事情最后都让我倒霉。 Wherein I am but as a looker on, 在这些事情里面, 我好像只是一个旁观者。 Wherein, 这个文法概念可以讲一下。 Where加介细词, 其实等于今天的介细词加which。 所以wherein就是in which。 只有一个例外。 Wherefor, 前面把w换成t, 就是therefore, 因此。 所以wherefore是在问therefore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 wherefore是问题, 然后therefore就是答案, 因此, 因为如何。 但其他where开头的字, 都是就是介细词导装回来的, 的关带。 所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我就像是一个旁观者。 While others act my shame, and I am silent, 其他人都演绎着我的羞耻之事, 而我自己却无法发生。 他这边讲的就是他妻子的。 Vilatus, But uncle, wherein can this borrowed shape give you content? 但舅舅你这样乔装的样貌, borrowed shape, shape这边是外貌, borrowed就是假的, 就是借来的嘛, 就不是他真的。 你这样子乔装的样貌, 能够让自己满意吗? can give you content. 乔装成什么样貌呢? 一开始人物介绍有讲, 他是一个supposed physician, 表面上是一个医生, 所以他乔装成医生。 I'll tell thee, gentle niece, 我来告诉你吧, Thy wanton aunt in her lascivious rights lives now secure。 所以开始骂他妻子了。 你那个自意妄为的 舅妈, 所以讲他妻子嘛。 在他这个充满色欲的乱稿中, 现在活得好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抛家弃子, 只是为了追求他的色欲。 Thinks I am surely dead in my late journey to Ligorn for you. 他以为我去Ligorn这个地方 把你带回来的旅途中翻船淹死的。 As I have caused it to be rumored out, 因为这个谣言正是我自己散播出去的。 Now would I see with what an impudence She gives scope to her loose adultery。 这样我现在才能看到她是如何 不顾面子 去放纵她的偷情。 Impudence 就是不顾礼节,不顾面子, 不顾正当性。 To give scope to 就是放任,放大。 然后adultery 就是偷情嘛。 And how the common voice allows hear of. 同时也来看看一般人的声音, 这边讲的就是八卦, 如何去讲这件事情。 Allows 这边讲的就是愿意去谈,去讨论。 然后如果where of 是of which, 在问问题的话, hear of 就是of this, 在回答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 Thus far I have prevailed, 目前为止, 这样过得还蛮顺的。 就是这样做得还蛮顺利的。 prevailed 今天我们讲的是成功。 他人本意思是撑过去。 呃, 经过艰苦战争赢得胜利。 所以目前为止, 还过得还不错。 Philatus, alas I fear, alas 就是 呃,什么, 哀叹的声音。 那种可惜的声音。 Alas I fear, you mean some strange revenge. 我很担心你的意图, 其实是用很不寻常, 不自然的方式来报仇。 strange这边不是奇怪的, 这边是讲说要把人家害死。 strange的相反是natural, 自然的。 所以不自然的报仇, 就是要让人家提早死掉, 就是要把人家害死。 命数未尽, 先把人家杀掉。 oh be not troubled, 这件事情不用担心。 your ignorance shall plead for you and all, 不知者你就不会受惩罚。 你对这件事情无知, 你就不会受到惩罚。 to plead for someone, 就是为谁说情, 所以你的无知会为你在这一切事情当中帮你说情。 but to our business,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 所以他们在这一幕见面是有原因的, 并不只是在闲调。 what you learned for certain and how Signor Florio means to give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 to Serenzo? 或者这边可以说确定吗? 你是确定得到这个讯息说, Florio即将让她的女儿嫁给 Serenzo? 然后Filates说, yes for certain,没错。 but how find you young Annabella's love inclined to him? 但你觉得年轻的Annabella, 她的爱意有倾向于Serenzo吗? 那Filates说, for ought I could perceive, 我观察到的一切当中, ought就是anything的意思。 She neither fancies him or any else. 她不爱Serenzo,也不爱任何其他男人。 fancy这边就是 爱上或是暗恋或是就是喜欢。 应该是英文常用嘛。 泰勒斯在London Boy那首歌里面就有说 I fancy you. There is mystery in that which time must show. 这事情有击窍,神秘之处有击窍。 而这个击窍呢, 经过一段时间一定会展露出真相。 所以她这边有点像是跟自己讲话。 就是这个发展, 我们大家就是一起且看。 然后接下来她问她外甥, she used you kindly, use这边是treated, 对待你, 她跟你的互动, 还算和蔼可亲吗? 这问题很重要啊, 因为上对下的那个互动关系 其实想要很恶劣也可以很恶劣。 所以问这问题等于是让 呃,观众知道Annabella的为人。 Fidelis说yes, And craved your company? 他喜欢你跟他就是私混在一起吗? Fidelis, 他常常找我出去聊。 Tis well, 一切很好。 It goes as I could wish. 这发展就是我想要的发展。 I am the doctor now, and as for you, 至于你。 None knows you, 没人认识你。 If all fail not, we shall thrive. 只要一切顺利, 我们都会成功。 Thrive, 我们今天讲的, 它是那个繁荣, 繁茂发展。 那这边意思就是会大获成功。 But who comes here? 突然意识到有人要来了, 有人走过来了。 Enter Grimaldi。 然后, 但是你会发现讲话的人没有变, 他这个只是一个舞台指示, 讲话的人还是Richardetto。 I know him, tis Grimaldi, a Roman and a soldier, near allied unto the Duke of Montferrato。 他是这个Montferrato公爵的同盟。 或是你可以说他的属下, 就是有关系。 One attending on the nuncio of the Pope that now resides in Parma. 他服侍于教皇的亲信, 而这个亲信住在帕尔马城。 这个就是人物介绍里面的大主教。 By which means he hopes to get the love of Annabella. 所以Grimaldi也在追求Annabella, 希望靠有权有势的关系来说服Annabella嫁给自己。 然后Grimaldi就见到他们了, 跟他们打招呼。 Save you sir, 这个就是打招呼。 他原文是God save you, 上帝保佑。 作为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Richardetto, and you sir, 你也是。 Grimaldi, I have heard of your approved skill. 这个上面有一个撇号, 是因为这一行格律少一个音节。 所以作者告诉你说, 这个音节要念出来。 I have heard of your approved skill, which through the city is freely talked of. 我已听闻你这个, 你过人的医迹。 是整个城市的人都在, 就是自由讨论的这个过人的医迹。 and would crave your aid, 希望你来协助我。 for what sir, 协助我什么是? Mary sir, Mary是一个语助词。 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就是。 没有。 我忘记Mary是什么的所写, 但是他是语助词。 你可以忽略他。 for this, 然后他正要讲, 那是打个破折号。 but I would speak in private, 我们可不可以私下聊。 Richardetto就向Philatis说, Leave us cousin. Cousin是亲戚的意思, 不是什么唐表兄弟姐妹, 是亲戚。 所以Philatis是他的外甥女, 但是也是可以称他为cousin。 然后Philatis就离开了, Exit Philatis。 所以剩下这两个人, Grimaldi就任意讲出来了。 I love fair Annabella, and would know whether in art there may not be receipts to move affection。 啊, 他是想跟Eason拿情药。 我爱美丽的Annabella, 而我想知道, 在你的技术, 你的记忆里面, 有没有处方, receipt, 那个时候是处方的意思。 处方今天是prescription。 有没有一些处方可以动, 让人动情, move affection。 Sir, perhaps there may, 或许有吧, but these will nothing profit you, 但是用了对你也没用。 Not me? 帮不了我吗? Unless I be mistook, 除非我搞错了。 You are a man greatly in favor with the cardinal, 你是大主教的手下, 跟他关系很好。 What of that? 是有怎样? In duty to his grace, his grace是大主教的那个敬称, 像那个国王的敬称是your majesty, 法官的敬称是your honor, 大主教的敬称是your grace. 所以, in duty to his grace, 看在大主教的份上, 就是我有这个责任告诉你这件事。 所以, in duty to his grace, I will be bold to tell you, 我就直接跟你讲了。 If you seek to marry Florio's daughter, you must first remove a bar twixt you and her. 要娶人家, 要先把你跟他两人之间某一个阻碍物先拿掉。 这一句好像之前有稍微简单讲过嘛, 巴尔是阻碍物, 他原本是一个铁杆子, 把人拦下阻隔的一个铁杆子。 twixt是between you and her. 然后Grimonte说, who's that? 你讲的是谁? Sorenzo is the man that hath her heart, and while he lives, be sure you cannot speed. speed 这边是成功的意思, succeed。 现在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上帝祝福你, 上帝保佑你, 现在讲的是God speed, 就是上帝祝你成功。 所以speed 是成功的意思。 所以注意现在, 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Richardetto看到Grimonte想要娶Annabella。 然后Sorenzo也是Richardetto妻子偷情对象。 所以他刚好就是两件事情加起来, 可以就是一石二鳥。 用Grimonte当武器把Sorenzo干掉。 如果他刺杀Sorenzo失败的话, 跟Richardetto无关, 因为Grimonte本身有动机。 有看出来吗? 好,所以毛头只向Sorenzo, 然后Grimonte说, Sorenzo! What? My enemy! 他就是我的敌人。 Is it he? 就是他吗? Is he your enemy? 这就要问你啊? 他是你敌人吗? 然后Grimonte就自问自答。 The man I hate worse than confusion. Confusion这边不是困惑的意思。 Confusion是Damnation, 下地狱的意思。 所以我痛恨他超过我痛恨下地狱的这件事情。 I'll kill him straight. Straight是Straight away, 直接, 立刻。 我马上要把他干掉。 然后就是非常愤慨。 那Richardetto就Nay then, 先不要,先慢着。 Nay是No的意思。 Nay then,先慢着。 Take mine advice。 呃,现代英文会说My advice。 呃,现代英文会说My advice。 呃,现代英文会说My advice。 但是在前现代英文它是用代名词再加它所紫色的名词。 两个同时出现。 所以先听我建言。 Even for His grace's sake, the Cardinal。 即便你自己不愿意听我建言, 看在你的主子的那个大主教的面子份上, 听我讲一句吧。 For someone's sake, 看在谁的面子上, 看在谁的份上。 I'll find a time when you and, when he and she do meet。 这边讲的是Sarenzo跟Annabella。 Of which I'll give you notice, 我也先通知你。 And be sure he shall not escape you. 这个撇号省略的是E, Escape。 到那个时候, 他就逃不了你的魔掌。 Be sure he shall not escape you. I'll provide a poison to dip your rapiers point in. 我会把毒药给你, 让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短剑, 那个尖锐的地方可以沾毒。 If he had as many heads as Hydra had, he does. 即便他跟那个酒头蛇有一样多的头, 他沾了这个毒药, 还是直接会挂。 Hydra就是那个, 那个美国队长的那个大对头嘛, 对不对? 那个邪恶组织。 取这名字的意思就是, 你把一个头砍掉, 又伸三个头出来。 就是邪恶组织, 永远打不倒。 它是古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之一。 在这边讲说, 你先别那么快去, 去直接找人家去, 去那个干架。 你等我通知, 等到你看到人家跟Annabella在一起, 你可以当众就是把人家就是, 呃, 决斗让他死掉。 这样比较有那个, 比较有fuel。 不是啦, 就是比较有那种, 为爱情而战斗的感觉。 然后Grimaldi说, But shall I trust thee, doctor? 我能相信你吗? As yourself, 就像你相信自己一样。 Doubt not in ought, 刚刚讲ought is anything,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怀疑。 然后他又跟自己讲, aside, Thus shall the fate decree, 命运原来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By me Saranzo falls, that ruined me. 那个毁了我的那个Sarenzo, 就是, 就会这样死去。 所以这个阴谋也开始启动了。 然后一样嘛, 呃, 每一景最后两行, Yarring, 告诉演员, 告诉呃, 观众说这一, 这一景要结束了。 Excient, 大家离开舞台。 我们上到这边好了。 刚刚讲的第2-3, 有要提问吗? 没有, OK,好, 那所以回去请看到第三幕结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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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